自从后妈进门,静叔的生活就是一片水深火热 他和后妈的女儿有力打架,有力在爸爸面前装得楚楚可怜 后妈又假装向着静叔,静叔实在看不下去这对模拟演戏 终于第一次反抗了后妈,结果却被爸爸打了一巴掌 静叔深夜跑了出去,他给远在国外的成俊哥打电话 却并没有说出他的悲惨现状,小小年纪,一个人扛下所有委屈 只有太华哥默默守护着他 几天前,太华哥赌上自己的写生比赛,只为换来静叔的喜欢 他特意没有带颜料,如果静叔给他送就代表喜欢他 不给他送就代表讨厌他 可是静叔没有和太华哥一样幼稚 虽然有些纠结,还是在比赛结束前及时送了颜料 太华哥也因此得了写生比赛的第一名,颁奖典礼上 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为静叔打气 在太华哥因为妈妈的无视而沮丧时 静叔也会安慰哥哥,静叔只把他当作亲哥哥 可太华却深深爱着他 两个人在这个家里相依为命 成了彼此可以依靠的地堡 就这样一天天长成大人的模样 远在国外的成俊即将回国 为了坐实太华和静叔的恋情 有力故意激怒太华 让他带着静叔私奔 冲动的哥哥酒后又一次向静叔告白 因为静叔,他第一次微笑 第一次开心,第一次感到幸福 哥哥冲动之下把静叔扑倒在床上 却被有力转个正着 有力诬赖静叔勾引太华哥 他要把这些事全部都告诉成俊 就在此时,静叔接到成俊的电话 成俊已经回国 此刻,就在他们约好的游乐场等着他 静叔匆忙奔向成俊 有力却拼命阻拦 他绝对不能让成俊这个财阀继承人和静叔走到一起 成俊必须是他的 情急之下,并没有驾照的有力 竟然开着爸爸的车去追静叔 静叔好不容易见到了成俊哥 他们远远的互相招手 呼唤着对方的名字 当他们兴奋的奔向彼此时 有力瞬间加速撞倒了静叔 然后他第一时间把静叔抬到了车上 匆忙离开 当成俊赶到时,只看到他们那张戴着血的合照 在医院里,有力刚好看到一个无法辨认身份的女尸 丧心病狂的他 竟然把静叔的身份证放到那具尸体身上 然后把重伤的静叔送到了酒鬼爸爸那里 洋装可怜的请求爸爸帮她善后 很快,成俊收到了静叔已经死亡的消息 大家为静叔举行了葬礼 成俊痛不欲生 然而此时,静叔却在酒鬼爸爸家醒来 只是他失去了全部的记忆 而静叔的青梅竹马成俊真的以为爱人已死 他悲痛的把骨灰撒向大海 然后在母亲的安排下和有力一起出国深造 泰华哥及时找到这里,得知静叔失忆 一个自私的想法突然涌上心头 我爸爸,我谢谢他 他太爱静叔了 就算是偷,就算是骗,也想拥有他 于是他们父子对静叔撒下一个谜天大谎 谎称静叔父母双亡 而酒鬼父亲就是静叔的救命恩人 泰华哥则是他的男友 静叔也有了新的名字,金之秀 从此掐断了与美罗母女的联系 五年后,静叔和朋友合伙在市场开服装店 凭借静叔的设计才能在市场上小有名气 泰华也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 梦想着有朝一日开画展成为大画家 成俊和友力也从国外归来 友力刚一落地就问母亲是否有静叔的消息 毕竟五年前,静叔和泰华一起消失 就再没有一点消息 他心中总感觉隐隐不安 美罗安慰友力很快就会安排他和成俊订婚 根本没有必要担心 回国后的成俊第一时间来到他和静叔充满回忆的海边 想起和静叔的点点滴滴无法释怀 时间过了五年 他却没有一刻忘记过静叔 他在静叔家的海边房子里弹起钢琴 琴声吸引了静叔 他刚巧陪泰华来写声 静叔缓缓地走向那所房子 与成俊只有一窗之隔 却突然被泰华带走错过相见 有力提醒成俊 在不久之后的公司创立纪念日上 就会公布他们俩订婚的消息 成俊也没有反对 他像一具躯壳任由他人摆布 反正不是静叔和谁在一起都是一样的 然而他在百货公司视察工作时 却意外看到了静叔的身影 他一路追到地铁站 那人最终消失不见 难道仅仅是长相相似的人吗 成俊只当作自己看走了眼 但是或许相爱的人终究还会再见吧 就在他订婚的当天 他向上天祷告 他好想再见静叔一面 然而在他抬头的一瞬间 静叔竟真的出现在他的眼前 消失了五年的情敌 竟然出现在眼前 还搅黄了自己的订婚 当有力看到静叔时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找到哥哥太华 责怪他们不该出现 还警告他 看好静叔 不要影响他和成俊的婚事 然而静叔已经在他不知不觉间 被成俊召集了公司 还成了公司的设计师 静叔原本很想拒绝 可眼下又无法支付巨额违约金 只能暂时受制于成俊 在公司职员的口中 听说成俊已有未婚妻 正是企划组长有力 亲眼见到有力 发现他对自己并不友好 有力听说 这次新产品的开发工作 成俊要亲自和静叔一起完成 他粗意大发 特意提醒静叔 以后工作上的事都要先向他汇报 还故意为难静叔 让他今天之内巡视所有名品店 并完成新品的报告书 惊慌的有力跑去试探成俊 想知道他看到静叔的反应 他一而再地提醒成俊 静叔已经死了 那个人只是和他很像而已 成俊似乎认定了 那个女人就是静叔 有力慌乱地找到妈妈求救 美罗却告诉他根本不用担心 静叔已经失忆了 而且他们还抓着太华的把柄 毕竟是太华骗了静叔 把他私藏了五年 现在有力要做的 就是想尽办法和成俊结婚 把生米煮成熟饭 独自在名品店调查的静叔 躲在试衣间里画图 出来却被告知 刚刚拿进去的所有衣服都被买下了 不出所料 买下这些东西的人正是成俊 他以这些都是研发必须的样品为由 几乎买下了半个名品店 然后还故意捉弄静叔 让他一个人提着所有东西回公司 听到静叔甜蜜地和太华通电话 他故意以工作为由 把静叔留在自己身边 他偷偷观察眼前的这个女人 无论怎么看他都是静叔 想起过去的种种 承俊忍不住流下眼泪 听完静叔和承俊在办公室独处 有力企图进去搅局 却被秘书拦住 他又故意挑唆太华 告诉他静叔和承俊此刻正在一起 冲动的太华去找静叔 却还是晚了一步 承俊带着静叔看了当年的事故现场 虽然都说静叔死了 但他总觉得他还活着 他又带静叔前往海边 路上为他播放两个人的告白录音 他像儿时一样和静叔一起在海边嬉戏 带他走进那座老房子 看他们曾经做的情侣玩偶 还有那些幸福的合照 他带着静叔一起弹钢琴 一切又仿佛回到了过去 他企图唤醒静叔的回忆 可终究是无济于事 承俊把静叔拥入怀中 某一刻静叔被他的深情打动 静也没有拒绝 两个人都不自觉的流下眼泪 直到静叔突然反应过来 他是智秀 然后匆忙起身离开 却在开门的一瞬间 看到了静叔的父亲 承俊做了很多努力 可即便把他带到全家人面前 静叔依然坚称自己是智秀 无奈承俊也只好放弃 然而他的目光总是不受控制的 被静叔牵动 看到他手上多出一枚钉婚戒指 心中更是千疮百孔 在企划会上 他当着众人的面 否决了静叔情侣为今的创意 并要求他次日就要拿出新的创意 静叔只得连夜加班 却怎么也没有灵感 不知不觉趴在桌上睡着 醒来却发现身边有一件黑色大衣 他来到承俊的办公室 看到蜷缩在沙发上的承俊 他把大衣盖在承俊身上 转身之俊却又被承俊抓住 两个人去旋转木马前吃了披萨 还去曾经一起划过冰的冰场 放肆的玩耍 承俊拿出静叔 曾送给他的帽子戴在头上 他说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礼物 有这些资料吗 静叔受此启发 终于有了新的创意 于是设计出了世上独一无二的情侣围巾 广受好评 得知静叔和太华相约晚上去看画展 承俊还是忍不住想阻止他们的约会 他特意安排了全体职员共同聚餐 还要求任何人不得缺席 聚餐的游戏环节 承俊与静叔命运般的被分到一组 承俊一杯接一杯的替静叔挡酒 酒醉的他亮亮腔腔的穿过人群走向静叔 他浮在静叔的肩上 说着心里的告白 难道真的要等承俊死了 才能和静叔见面吗 走出酒吧的静叔 差点被有力开车撞倒 眼前的这一幕 让他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他疯狂的奔向江边 去找回丢掉的项链 一个人游荡在街上 失声痛哭 而此时那幅天国壁画已经完成 太华想向静叔说出所有真相 只是他没想到静叔已经恢复记忆 提前知道了所有真相 静叔来到游乐场寻找成俊 却不想碰到了后妈美罗 美罗劝他离开这家公司 可静叔说的话让他大惊失色 什么 他没想到静叔找回了记忆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静叔绝不会再像从前那般软弱 他坚定的奔向成俊 找了许久终于来到成俊哥面前 看着他泪眼婆娑 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成俊就被有力拉走 在天国壁画的节目仪式上 成俊告诉大家 没有痛苦 没有悲伤 没有离别的天国 是他要送给静叔的礼物 那个女孩将永远活在他的心中 这暗示着成俊已经打算放下静叔 远远看着的静叔气不成声 太华找到静叔 已经知道所有真相的静叔 无法原谅太华五年来的欺骗 他又碰到美罗和有力 质问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对他 有力谎称 这一切都是太华的主意 因为太华想拥有静叔 所以才让大家一起撒了谎 此时美罗看到迎面走来的成俊妈 再一次演技爆发 假装晕倒 静叔鼓足勇气 向成俊妈说出真相 可那对恶毒母女却坚称 静叔是看上了成俊的身份和地位 才谎称自己是静叔 这让成俊妈对静叔十分反感 并让保安赶走了静叔 静叔再一次奔跑着去寻找成俊 说来也怪 成俊在前面走 他在后面跑 也不知道这百货公司有多大 他就是追不上 好不容易快追上了 又看到成俊和有力在一起的画面 我才懂得见 静叔大喊着自己有话要说 却被保安强行带走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直接喊出 我就是静叔呢 成俊主动向太华道歉 他不该喜欢上知秀 扰乱他们的感情 看来成俊是真的打算放下了 太华却反过来向他道歉 并约他午夜十二点 在旋转木马前见面 此刻太华已经决定不再挣扎了 他想成全静叔和成俊 所有的谎言都该结束了 听完太华的打算 有力十分惊恐 太华劝他把一切都还给静叔 5月12点 太华也把静叔约在了旋转木马前 为这两个真心相爱的人 创造了见面的机会 然而狗血的是 每天都嚷嚷着 他就是静叔的这个男人 却突然说 他打算忘记死去的静叔了 他终于愿意承认静叔已死 之前是因为太想念静叔 才把面前的织秀 错认成静叔 真是悲剧 我想起了一切 你却决定忘记了 静叔最终选择 没有说出真相 公司里流传出成俊和静叔的绯闻 虽然成俊当众维护了静叔 可是作为会长的成俊妈 却逼着静叔主动辞职 在这种情况下 静叔依然没有说出真相 默默离开了公司 时过阵迁 物是人非 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 无数可去的静叔 浑浑噩噩的走在街上 成俊却一直在后边偷偷跟随 他惊讶的发现 静叔并没有回到太华家 而是独自住进了一家连家的旅馆 而此时 正打算悄悄消失的太华 家里却突然闯进了一群流氓 信任的哥哥 欺骗了自己五年 还让他差点和哥哥订婚 静叔一怒之下离开太华家 住进廉家的小旅馆 却没想到成俊却在深夜找到这里 还赖皮的躺在他的床上 两个人决定暂时忘记一切 随心所欲的约会一次 他们一起在路边摊喝酒 吃成俊从没吃过的猪皮和大肠 借着酒劲 静叔终于大声喊出了 我就是静叔 可此时 成俊只当作是他酒后的罪话 并没有当真 他把静叔背回旅馆 在身边照顾他一夜 可次日一早 静叔离开了熟睡的城郡 他决定回到太华哥身边去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藏起来生活 就在昨天 当静叔决定离开太华时 酒鬼老爸却突然传来太华受伤的消息 因为酒鬼老爸私自卖了太华临摹的画 让黑帮看到他的绘画才能 逼迫他画艳品画 太华是死不从 被打成重伤 无论怎样 从小到大的兄妹无法轻易放下 想起这些年太华对静叔的好 他又回去照顾了太华 而且他知道 一直望着静叔生活的太华 如果没有静叔就没法活下去 况且如今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 他让太华带他去海边看日出 然后彻底告别过去 重新开始 太华却感到深深的负罪感 他一直以为有爱就不是罪 可是他错了 静叔越让他觉得幸福 他就越感到愧疚 最终太华给成俊打去电话 把真相告诉了成俊 成俊疯狂的奔向海边 太华却消失不见 两个青梅竹马的爱人终于相见 原来爱情真的是会回来的 相爱的人不管相隔多远 总会再见的 那一对项链也终于合为一体 太华躲在远处悄看着 然后默默消失了 静叔收到太华的留言 太华希望静叔可以获得幸福 还拜托他能原谅有力 太华又给有力打去电话 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 希望他不要再阻挠 静叔和成俊在一起 有力心慌的不行 可恶毒的后妈美罗 却并不以为然 成俊把静叔送回家 看着他暗响了家里的门铃 女俩抱头痛哭 那个演员后妈 故意装出一副心疼静叔的样子 而有力却叫嚷着要搬走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她是成俊的女友 静叔却回来了 如果成俊抛弃她 她也没法活了 这对母女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有力又哭又闹 还故意向成俊妈提起 她说和静叔同居了五年的男人 给她打电话 威胁她离开成俊 这可真是贼喊捉贼 成俊妈一听 静叔和别的男人都同居五年了 虽然她曾经也很喜欢静叔 但时过境迁 如今她还是向着有力的 她请求静叔 不要影响成俊和有力的婚事 成俊妈百般恳求 有力又哭又闹 后妈貌似委屈的抹眼泪 亲爸莫不作声 好像所有人都在逼静叔 好一出大戏 只是这一次 静叔宁愿离开这个家 也并不打算退让 可一旁的成俊却突然说 她会如期订婚 此话一出 静叔失望 后妈母女却洋洋得意 四日一早 成俊早早的来接她们上班 很多母女一唱一贺 一个阻拦静叔去上班 另一个看阻拦不成 故意坐到了副驾驶 两个人简直像小丑一样 公司里 成俊为了能见到静叔 第一次到员工食堂 陪她一起用餐 腻腻歪歪的看着她 给她夹菜 让所有员工都瞪大了眼睛 有力为了出气 也为让静叔彻底死心 故意提出让静叔 陪着她们一起去制办订婚用品 静叔本想拒绝 成俊却欣然答应 意外的是 有力制办的所有订婚用品 成俊也都为静叔准备了一份 礼服 婚鞋 甚至订婚戒指 她都亲手为定书挑选 静叔觉得自己就像个第三者 十分痛苦 成俊却告诉她 她是要订婚 但是那人不是有力 有力也意识到 成俊似乎并不真的想和她订婚 她心中十分不安 生怕静叔会出现在订婚宴上 影响她的订婚 美罗又想到了恶毒的评议 她先是向记者们公布 女儿即将与成俊订婚的消息 然后故意找人和酒鬼老爸交易 购买太华临摹的名家化作 还故意打电话 邀请太华来参加订婚宴 订婚当天 成俊刻意安排化妆师 先给静叔梳妆 美罗却在角落 所以悄悄给警察打了举报电话 成俊表面上牵着有力的手入场 可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 他却拿着婚戒 一步步走向了静叔 正当成俊马上要把那枚戒指 戴在静叔手上时 静叔却看到太华被警察带走 静叔看到这一幕 顾不上成俊 一路追着太华去了警察局 成俊愣在原地 手中那枚戒指瞬间掉落 美罗事前早已把这场订婚 闹得人尽皆知 面对着媒体和记者 静叔走后 成俊也只能硬着头皮和有力订婚 警局里太华责怪静叔 不该为了他离开宴会场 他也知道 那是成俊谋划着想给静叔的订婚 可静叔一心想着怎么救出太华 最后还是成俊私下帮忙 让秘书把太华保释出来 太华却又一次选择消失 离开了静叔 现在目以成舟 既然成俊和有力已经订婚 静叔也接受了事实 不想再挣扎 于是成俊和他约定 以后两个人就做朋友 或许比起爱情 友情会更长久吧 如果他们是朋友 以后就还可以彼此关心 还可以见面 他以友谊的名义 把订婚戒指戴在了静叔手上 他们在冰场用一个稳 结束了爱情 从此成为朋友 可转头看着那枚戒指 静叔又哭成了累人 回到家 那对母女又向他发难 责怪他在有力订婚当日 还和成俊在一起 一对戏精又开始演戏 明明是侵略者 抢走了静叔的一切 现在又装扶一副 受害者的样子 最可恨静叔 那个拎不清的爹 还要责怪静叔 对后妈态度不好 这个家真的没有一点温暖 静叔又想起了太华 他告诉众人 他要把太华找回来 回到公司 员工们张罗着 要给有力和成俊 准备定婚礼物 有力故意让静叔去挑选 静叔用心的选了副手套 当着众人的面送给他们 运助他们新婚快乐 下班时 他失落地走出公司 看着天盆大雨默默发呆 突然头上出现一把大伞 成俊早已等在那里 他坚持要把他的朋友 静叔送到地铁站 两个口是心非的人 用朋友当作借口 忍不住彼此靠近 成俊常常喝得烂醉 静叔总是刻意躲避成俊 原来相爱的人 根本无法成为朋友 成俊决决定把静叔送走 此时太华找到美罗 以揭发当年车祸真相为由 逼着美罗不要再难为静叔 可他这个心肠恶毒的妈 又怎么会乖乖听话 他又找到了黑帮 把太华抓起来 逼着他画艳品画 这一次又是成俊救了太华 为了躲避黑帮 成俊把太华安置在林中小屋 几日后 他让秘书把静叔也送到了这里 或许太华才是那个 有资格陪在静叔身边的人吧 能够找到太华 静叔也很开心 他打算重新开始 好不容易才找回成俊和太华哥 无论是朋友或是兄妹 他都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人 欣书告诉太华 会一直做他的妹妹 太华本想着就这么和经书过下去 成俊也默认了 和有力做表面情侣 可是深夜发着高烧的经书 却一直喊着成俊的名字 这一刻太华终于明白 只有成俊才能让经书 获得真正的幸福 经书最想拥有的人 从来都是成俊 于是太华打电话叫来成俊 自己又一个人默默离开 经过一次次的情感压抑 一次次的重逢与别离 成俊终于决定 不管将面临什么 他都要和静叔在一起 成俊带着青梅竹马 静叔在他的家人面前正式宣布 他要取消和有力的订婚 有力情急之下故意说出 和静叔同居五年的男人 就是他哥哥太华 后妈在一旁故意随身附和 静叔和太华从小就互相爱慕 他们希望以此让成俊死心 看着这对母女咄咄逼人 静叔就只会瞪着眼睛 流着泪 委屈地看着他们 怎么就不知道反驳呢 还是一旁的成俊率先表达了态度 成俊走后 有力抓住他和太华同居的事 继续羞辱静叔 他疯狂怒斥静叔 抢走了他的成俊哥 静叔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看成俊如此坚决 美罗故意哭着给成俊妈打电话告状 成俊妈随即向儿子施压 逼着他和有力结婚 否则就剥夺他拥有的一切 成俊并不退让 为了和静叔在一起 他选择离开公司 迅速做了工作交接 所有的财产 包括信用卡都被收走 成俊妈这是要逼着他知难而退 可他低估了自己的儿子 虽然没有了钱 可成俊和静叔过得很开心 心情从没有这么畅快过 因为没钱 成俊也住进了廉价的小旅馆 深色地自己洗袜子 静叔悄悄跟了过来 两个人一起看漫画书 像小时候一样开怀地笑 另一边狠心的美罗 为了把太华送进监狱 永绝后患 竟然伴老徐娘亲自出面 诱惑酒鬼前夫 让他拿出几张太华画的赝品画 酒鬼老爹这才知道 一直以来的流通赝品画事件 其实都是美罗在背后搞的鬼 他将此事告诉了儿子太华 太华疯狂地找到有力 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太华下定决心 他早晚要揭发这对母女的真面目 而此时静叔发现自己出现了视力模糊的症状 还特意配上了一副眼镜 富家公子为爱离家出走 变成身无分文的穷小子 甚至连一餐像样的饭都吃不起 好在善解人意的前秘书 在他们租特的小驴馆里送上了惊喜大餐 让二人痛快饱餐一顿 不管多困难 静叔和成俊都坚定地陪在彼此身边 这种恩爱缠绵 让有力看在眼里气得牙痒痒 后妈美罗却认为 成俊早晚都会回到原位和有力结婚 因为他绝不可能抛下过去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 在秘书口中 静叔得知公司因为成俊的出走 正面临困境 他请求成俊重新回到公司 即便他回去 静叔也有信心 两人的爱绝不会动摇 成俊把一枚廉价的戒指 戴在静叔手上 那是用他身上仅有的钱买给静叔的 在静叔的鼓励下 成俊重回公司 有力自认为又看到希望 可成俊直白地表示 他绝不可能和有力在一起 有力找到成俊妈哭诉 成俊妈认为儿子的婚事事关整个企业 她不会任由成俊胡来 于是对外宣布了成俊和有力即将大婚的消息 第二天 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他们的婚讯 太华看到后决定搬回静叔家 他要揭露静叔的车祸都是有力所为 他要让静叔如愿和成俊结婚 同样看到西门的静叔也有些失落 可成俊却打来电话 承诺要和静叔举办婚礼 并约他见面 就在去见成俊的路上 静叔晕倒被送往医院 由此得知 自己因为车祸 绞磨受损 即将失明 同时还遗传了他生母的眼癌 治愈的几率十分渺茫 静叔赶往约回地点 看着成俊心中十分悲痛 可能很快 他就再也看不见面前的爱人了 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 看着悲伤的剧情 静叔气不成声 承俊却取笑他太过感性 静叔失落地走回家 发现太华哥就站在门口 为了守护静叔 太华决定重新回到这个家 看到他 美罗很有力十分紧张 匆忙赶他走 太华却泰然自若地 对静叔爸说出了真相 当年静叔的车祸都是有力所为 而且曾经在这个家里 他和静叔过着炼狱般的生活 对于他说的话 静叔爸不愿相信 太华质问静叔爸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静叔究竟受了怎样的委屈和殴打 是如何被抢走一切 他让有力马上退出 把成俊还给静叔 他这次回来 就是要亲眼看着静叔和成俊结婚再离开 太华在阁楼里为静叔画画 静叔很感谢哥哥为他做的一切 太华让静叔帮忙拿颜料 却发现他根本无法准确辨认颜料的颜色 又发现静叔走路亮亮强强 于是偷偷跟着他来到医院 进而得知他已身患癌症即将失明 现在为了延缓失明 可以做角膜移植手术 否则就要摘除整个眼球 但即便这样 也只有50%的生存率 得知真相的太华一直悄悄跟着静叔 他安慰静叔作为哥哥会守护他 为他做任何事 可静叔却狠心地赶走了太华 看着哥哥的背影 静叔已经暗自做好决定 他要离开所有人从此独自生活 他向有力递交了辞职信 并叮嘱他让成俊幸福 又与爸爸见面 告诉他太华哥说的都是骗人的 让爸爸不要为此忧心 悲情女主又独自承担下所有痛苦 另一边的成俊却在极力劝说母亲 希望他同意他和静叔的婚事 谁能不为这至死不渝的爱和真诚而打动呢 静叔最后约见了成俊 他们在天国壁画前合影留念 静叔把那张照片留给了成俊 他们一起去试穿结婚礼服 并拍下了结婚照 他们又来到海边 像儿时一样玩耍 在海边房子里度过漫漫长夜 次日醒来 静叔已不见踪影 他留下一封诀别信和戒指 告诉成俊 他无法放下太华 他要和太华生活在一起 以后再也不会和成俊见面 成俊疯狂的寻找静叔 却不知静叔其实就藏在那所房子里 不明真相的成俊痛苦不堪 明明昨天两个人刚拍了结婚照 今天就这样被分手了 太华也离家出走 循着静叔的足迹来到海边房子 不管静叔怎么赶他 他都不走 他坚持要和静叔生活在一起 因为作为哥哥 他必须要守护妹妹 所有人都认为静叔和太华私奔了 有力和后妈又开始洋洋得意 成俊深受打击 美罗趁机向成俊妈告状 两人商定尽快让成俊和有力结婚 并定好了结婚日期 别墅里静叔的视力越来越差 看着跌跌撞撞的静叔 太华十分心痛 他找医生咨询了静叔的病情 得知治疗费用需要三千万 而且静叔的视力之所以退化的这么快 都是因为有力制造的那场车祸 他悲愤的找到有力 痛斥他你还算是个人吗 被吓坏的有力向美罗哭诉 美罗竟然狠心的想让太华从此消失掉 为了给静叔筹措治疗费用 太华主动找到黑帮 答应给他们画赝品画 次日一早他告别静叔 带着那张画去和黑帮交接 可是刚拿到钱就被警察逮捕 这一切都是美罗的阴谋 想到静叔正在别墅里 眼巴巴的等着自己 走投无路的太华联系了成俊 成俊无法相信 静叔患病的事实 太华百般恳求 请求成俊救救静叔 成俊匆匆忙奔向海边房子 此时静叔已经完全失明 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再也无法看见成俊哥的样子了 即使成俊哥就在眼前 他也把他错认成了太华 失明的静叔请求太华 带着他去与成俊见最后一面 成俊默默听着 却不敢哭出声来 他带静叔来到首尔 告诉他去看成俊哥 然后换了身衣服 变回成俊和静叔见面 静叔小心翼翼的 装成没有失明的样子 海洋装坚强的说着 已经完全忘记成俊了 希望以后成俊能够幸福生活 静叔笑着和成俊道别 这一次见面之后 或许心中就不会那么遗憾了 他们再回到海边房子 此时太华被成俊的秘书 成功保释出来 重新回到这里 两个男人默默陪着静叔 小心翼翼的不让他 发现成俊的存在 可成俊不经意的抽气声 还是让静叔察觉 他摸着成俊的脸 终于认出了他就是成俊 他真的不想让成俊 看到自己这副样子 在他拼命的驱赶之下 成俊只能离开 可当他真的离开了 静叔又盼着他能来 成俊又怎么会真的离开呢 这三个人在这所房子里 度过了短暂而幸福的时光 两个哥哥为了如何正确做一面而争吵 被静叔发现又装成和睦的样子 结果意愿失败最后只能用泡面代替 静叔一声令下 两个哥哥马上安静吃饭 太华和成俊合力劝说 静叔让他接受手术治疗 消灭癌细胞 两个哥哥在静叔面前吵吵闹闹 这让他似乎又燃起声的希望 他们一起来到医院 准备接受手术 此时有力还在妄想着 几日后和成俊顺利结婚 意外得知静叔身患绝症后 更加认为这场婚礼势在必得 他们甚至已经印好了结婚情节 可成俊却在结婚的前一天 举行了一场聚会 邀请了所有亲人朋友 美罗母女天真的把这当成婚礼前的预热 沾沾自喜的接受着大家的祝贺 可成俊却穿着礼服走来 在两个哥哥的守护下 静叔接受了手术切除肿瘤 但未来仍有复发风险 太华哄骗着静叔穿上婚纱 把他带到婚礼现场 成俊动情的告诉众人 静叔已经失明并离患眼癌 但他仍然要和静叔结婚 有力完全傻眼 他没想到斗了这么久 即便静叔快死了 他依然无法撼动他们的爱情 太华搁牵着静叔走进会场 静叔爸亲手把他交到成俊手里 这三个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此刻都在静叔身边 后妈美罗突然歇斯底里 拉着有力一起指责成绩戏耍他们 愣是要搅黄这场婚礼 此时太华像个英雄 他当众指出 五年前车祸的肇事者正是有力 是他把静叔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美罗依然垂死挣扎 怒吼着没有人会相信太华的话 酒鬼老爸突然现身成了关键的证人 五年前的车祸真相被当众拆穿 所有人大惊失色没想到有力竟是如此恶毒之人 记者们蜂拥而上保安把美罗母女清理出现场 真相大白后成俊妈也终于同意他们的婚事 两个人历经重重阻碍终于办了一场被世人祝福的婚礼 远远看着的太华无比欣慰 拎不清的京叔爸终于看清事实 很快太华带着警察上门 以车祸肇事逃逸带走了有力 不久后警察再次登门 他们查出唆使黑帮让太华化赝品化的幕后之人正是美罗 美罗从此变得疯疯癫癫 这两个作恶多端的人终于得到阴柔的惩罚 太华看着新闻报道还是忍不住流下眼泪 而静叔和成俊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有了属于他们的小家成为真正的夫妻 白天成俊去上班时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人来照顾静叔 虽然一切都好 可静叔依然梦想着可以重见光明 可以看看成俊的脸为他亲手做一餐饭 成俊找到医生 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静叔 让他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可法律并不允许活人捐赠 随后太华也来找医生捐献眼角膜 得到和成俊相同的回答 这个男人的爱让人震撼 他签署了定向捐赠的文件 脖子上挂好信息牌 给静叔写了无数封未来要慢慢寄给他的信 还编造了一个人在法国的美丽谎言 他和爸爸告别 叮嘱他不要喝酒不要赌国 却看了已经精神失常的美罗 不管怎样那都是生下他的人 他和静叔告别 告诉他自己会去法国留学 静叔非常支持哥哥能追求自己的人生 一张合照成为二人的永别 太华开着车出发 带上静叔送给他的那条围巾 那是他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礼物 那个第一次让他感受到爱和温暖的女孩 那个他承诺过要一直保护的女孩 车子不断加速 太华却缓缓松开方向盘 他用手捂住双眼 在面对死亡的一刻 他也要守护好送给妹妹的眼角膜 很快 静叔被推进手术室 接受了眼魔捐赠 成俊这才知道 太华竟然为了静叔 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太华的爱让成俊无比动聋 他为太华办了葬礼 带着还没恢复的静叔 向这个捐赠者表示感谢 可静叔并不知道 这就是他的太华哥哥 不久后 静叔恢复了光明 他感谢成俊 成俊却告诉他 应该感谢那个为他捐赠眼角膜的人 出院后的静叔 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向往着以后的幸福生活 太华的信如也而至 静叔对这个精心准备的谎言 深信不疑 他的哥哥太华 此刻正在法国 交了女朋友 过着幸福的生活 就这么相信着 幸福的生活下去 这是太华最大的心愿吧 很快 静叔重返职场 酒鬼老爸也改邪归正 在成俊的帮忙下 有了正经的工作 成俊以太华的名字 创立了慈善基金会 从此 静叔 国力四舍和成俊 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在天国的太华 终于实现了 让静叔幸福的心愿 全剧中 小伙伴们很抱歉 我改写了结局 真的不忍心 让太华变得那么悲惨 整部剧最让我动容的 就是太华这个角色 他不会爱 又最懂爱 年少时 因为没有得到过爱 所以静叔对他的好 让他受宠若惊 因为不会爱 他常常霸道地 要求静叔喜欢自己 可成年后 他却变成最懂爱的人 竟然可以为心中所爱 而奉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毫无保留的付出 实在太过震撼 可回归到现实 我仍然希望他能理智一点 好了 我们下部剧见吧